41章 吞并 居然五个杰丹修士随行 可见并不简单 云雾派到紫霞宗 趁杰丹师祖的飞行法宝 大约三个时长 比迷雾谷远些 待到了紫霞宗 众云雾派弟子顿觉 大开眼界 紫霞宗坐落在一座高峰之上 四方高达千丈 高耸入云 整整齐齐的玉阶 从山脚绵延而上 直到宏伟的山盲 而后是辽阔的广场 巍峨的大殿 从天上远远望下去 墨天歌不得不承认 跟紫霞宗的气派比起来 云雾派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紫霞宗的广场 比云雾派大了一倍不止 三派参加小匹的 练习弟子全数在广场上 也一点不绝的拥挤 数个擂台 整整齐齐的摆在广场中间 三派弟子各自站着一角 金当门弟子是最少的 与上次相比 没什么变化 云雾派人数略有增加 紫霞宗的弟子显然是最多的 密密麻麻将擂台右边 站得满满的 然后是三派弟子各自抽签 总人数一千多 抽签的时间被拉得很长 墨天哥无意间抬头看 发现三派的掌门都不在场 金单修士也是一个不在 他心里确定了猜测 看来今日确实是三派 势力相比较 紫霞宗想要压下两派 小比的出赛 就在筑机修士的安排下开始了 墨天哥抽到的是347号 在中间不好不坏的签 他们一层此次是一起来的 抽了签后 各自去了比赛的擂台 墨天哥的第一个对手是348号 紫霞宗练起八层弟子 对方修为不高 神通也一般 在他轻木剑的攻击之下 不过一刻钟就认输了 跳下擂台 他有些心不在焉 不知为何来到紫霞宗 他却觉得心神不宁 第一场比试纷纷结束 筑机修士们正要商量进行第二场比试 忽然间不远处紫霞宗一间大殿 轰隆一声倒塌 冒出腾腾的火光 广场上练迹弟子哗然 筑机修士脸色大变 只见那大殿的废墟里 冲出几道身影 各自顶着防御法照 斗在一处 他们显然是高阶修士 斗法产生的威压极大 顿时令练迹弟子们难以成熟 看到这一幕 云雾派的这些修士忽然扬声喊道 云雾派弟子 全部过来 金刀门的修士随后醒悟 也喊道 金刀门的过来集合 练迹弟子们搞不清状况 习惯性的听从 顿时广场上一团混乱 混杂在一处的修士们跑来跑去 不时踩踏到别人身上 混乱中 墨天歌看到 那斗法的修士中 有几个熟悉的身影 云雾派掌门 方定月 还有那自家尊的掌门 李掌门 金刀门的掌门 金掌门 却不见踪影 看样子 怕是三排闹翻了 难怪刚才会觉得不安 沿袭阵法 对阴阳五行比较敏感 偶尔能感应到凶疾 这可真是糟糕 这里是紫霞宗 他不过是十里微薄的 恋气弟子 如果云雾派与金刀门 当真与紫霞宗翻脸 他们这些恋气弟子 可就危险了 想到此处 墨天哥的脸都白了 李明掌 你这个老匹夫 居然暗算我 方掌门飞在半空 指着李掌门破口大骂 李掌门却轻飘飘的一笑 方定月 事到如今 你还是认输吧 说着瞟了一言广场 如果你认输 今日就给你云雾派留一点香火 不然 这些云雾派未来的栋梁 可就全没了 他语气虽平淡 威胁之意却很明显 方掌门顿时怒法称宽 连连冷笑 你别得意 我若自保金丹 你紫霞送的香火 也留不住 金丹修饰 自保金丹 其威力便是原因修饰 也会被伤到 如果他狠心 欲试剧焚 恐怕这广场上 三派弟子 每一个留存下来 墨天哥手心顿时冒出冷汗 他不会这么倒霉吧 还没注击 就死在三派乡争内烂中 那可真是死不瞑目了 里掌门脸色却不变 轻蔑地笑道 你以为我们敢动手 没防着你吗 你不妨孕孕灵气 方掌门的脸色顿时轻了 你 你敢灭我云雾派 就不怕严长老回来翻脸吗 严长老是云雾派的 太上长老 唯一的原因祖师 里掌门却哼了一声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你们严长老早在十年前就作画了 只是一直不敢伸张而已 此言一出 不但方掌门脸色发白 广场上的云雾派弟子 都是震惊不已 可见此事 乃是云雾派的机密 别说他们这些普通弟子 就连驻鸡弟子都不知晓 看来紫霞宗此举 根本是谋划已久 墨天歌躲在人堆里 努力思索目前的情况 身在紫霞宗 他想独自脱生 是不可能的 只能看这些人 对他们云雾派弟子 要怎么处置 不可能会全部杀光吧 越想越是满头大汉 二叔还在等着他 带猪鸡丹回去 谁料到这居然会是一个陷阱 大殿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广场上的人都不清楚 可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只听紫霞宗里掌门一声令下 方掌门顿时被打了下来 也不知他们做了什么手脚 尽是反抗不得 其他杰丹修士是一个不见 不知是中了圈套 还是被劝服了 杰丹修士都是十分惜命的 便是门派被灭这种事 只怕也不一定愿意 以命相拼 方掌门到底是一派掌门 又明知以自己的身份 云雾派被灭 根本逃不了好 所以才会拼死抵抗 眼下方掌门已然败落 显然命也不会留下 广场上的云雾派弟子 个个又惊又怕 方定月 你就明目吧 今日有我们紫霞宗合并三派 今后便是第八的门派 哈哈哈哈 笑声中 方掌门忽然倒地 袖袍一挥 顿时那人一声惨叫 扑通倒地 墨天哥转过头去 看到那倒在地上的筑机修士 双眼睁得大大的 有死不瞑目 身上一个雪洞 却是鼓鼓冒着鲜血 正是听到一声凄厉的喊声 爹 既是王倩一 死的筑机修士 正是他父亲王桥 王倩一 虽有个筑机修士的父亲 却从不招摇 平日里只说 是王桥的土地 此番第一次 在万人面前喊出来 竟是生离死别 墨天哥担心地抬头 看人在半空的里长们 万幸的是 见是个恋气修士 里长们并没有动杀性 这番落手之下 云雾派弟子 更是无人感动 几个筑机修士 更是战战兢兢 没料到这李明昌 竟是如此的心狠手辣 王桥才喊了一声 就被灭杀 笛掌门看到下面鸦雀无声 似是十分满意 还露出一丝笑容 众弟子 你们都看到了 云雾派从此在东宽武除名 你们要是加入紫霞宗 仍如往日一般待遇 甚至可能会更好 若是不然 他扫了一言广场 目光停留在王桥师身上 一死再明显不过 如此恩威病师之下 云雾派练习弟子 与数个筑机弟子 未感动分毫 都是默认着结果 鸡掌门满意地哼了一声 又展向金刀门弟子 你们不必心存侥幸 金掌门如今动弹不得 你们金刀门 亦如云雾派 今日起 归入我紫霞宗门下 若有不服者 哼 有云雾派栗子在前 金刀门亦是无人感动 眼下的紫霞宗 实在是太强大了 两派合在一起 尚不足以相拼 何况如今金丹修士 皆被他们所困 这时大殿废墟里 飞出数人 手中或抬或提 既有死人亦有活人 便是此番云雾派 和金刀门的解单修士 墨天歌草草看过去 多数已死 有几个活着 也是昏迷不醒 不知这紫霞宗 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将这么多金丹修士 一网打尽 这里掌门回头 冲一人说道 江雄 此次多亏了你 以后我紫霞宗 云雾山坟埋 就靠你了 被他称作江雄的 是个看起来三十来岁的男子 此人身轴黄衫 绣口绣着几朵云彩 是云雾派的标记 震着面上甚是淡然的 掌门有令 岂有不从 言语之间 已将里掌门 当作三派掌门 里掌门甚至满意他的回答 哈哈一笑 果然这信将的修士 便是云雾派的内应 却不知紫霞宗许了他什么好处 竟然出卖师门 须知 杰旦修士大都 心高气傲 若非极大的好处 怎么也不会背词骂名 此时金刀门阵营里 传来骚动 一个杰旦修士提着一人过来 扔到李掌门面前 墨天歌凝神一看 竟是金刀门 金掌门 李掌门此时 志得意满 看着面如土色的金掌门笑道 金兄 看在多年的交情上 李某会再给一个机会 金刀门 归顺我紫霞宗如何 金掌门面有怒涩 浑身狼狈不堪 他转头看了看金刀门的阵营 目光又落到一旁的尸体上 许久之后才颓然叹息 如今 我还有的选择吗 我这鱼肉 只能由李兄做主了 此番话显然是认命了 虽然人人心中都知此事 可有掌门亲自说出口 却不比一般 金刀门弟子更是死心了 大局已定 金刀门将不复存在 李掌门露出满意的笑容 抬头望了往远处 行了 钱师伯有令 既然这些人都已经降服 该去处理遗留问题了 遗留问题 穆天歌一时不解 但见这李掌门一声令下 留下一位杰丹修士在此 便领着众人断取 那金掌门也被一并带走 当他们的动光消失在天际 广场中的恋气弟子 才纷纷松了口气 这么多杰丹修士的威丫 实在令他们难以承受 此时他们一离开 紫霞宗的弟子也是欢声笑语 这样重大的是 他们事先自然是不知道的 可眼见师门 亨遍其他二派 壮大成此间第一大派 当然没有不高兴的 对比之下 云雾派与金刀门弟子 坚持灰头土脸 惶惶不安 虽说这里掌门 想要他们归胜 而不是灭杀 可他们毕竟是被通病的一方 谁知道后续如何 更何况 他们中大部分都是依附于 云武派的修仙家族的子弟 也不知家族是否会因此遭殃 若是如此 那就是家族灭蒙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